来 师父好 弟子吉安师台当 请安师父 你好 你好 师父 你回来了 师父 好多你们 好多所有很想你问师父怎么不做节目了 师父 刚刚回来 今天早上刚刚到 师父辛苦了 师父 师父 今天有作用的信息去分享 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吗 关于敛财的 师父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 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 师父我念一下吧 弟子问 南京菩萨提前告知 近期交有一批脸才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 是否是菩萨慈悲给这些脸才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 南京菩萨开示如下 是这样 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 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 如若如此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最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 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 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 这位母亲这么慈悲 你们莫姑息呀 莫姑息呀 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 心灵法门的事情 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 你们有这个缘分 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 这么好的法门 一定要珍惜 别再错过 必须看到南京菩萨 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 南京菩萨接着开始 你们要知道 敛财是要下地狱的 不是我在吓唬你们 我不需要吓唬谁 因为因果在那里 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 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首先就认为 哪有那么严重 不可能 可是天律阴律在 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 你师父心宽 我告诉你们 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 不是用在自我安慰 麻痹 逃避 自己的问题上 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 怎样回避 你们的劣该性还是在 这是绕不过去的 我把敛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 告诉你们 执法官会绑住 绑住受刑人的手脚 你不是他吗 不是爱钱吗 执法官会用刀不停的剁 砍 脸财人的手 血 就是这样一直流 但是过一阵子 手掌出来 再继续这样受刑 身上的皮 一层一层的剥 肉一块一块的掉 那种惨叫声 不绝于耳 到时候再求菩萨 求你师父 已经晚了 来不及了 更有甚者 有些人根性很差 到了地狱里 看到钱 还要拿 众生无名 难救养 弟子问南京菩萨 给佛有 结缘小房子 拿假小房子 充数 可属于脸财 菩萨答 不仅是脸财 这属于脸财 欺骗菩萨 骗天骗地的大罪 恕罪并发 弟子 接着问南京菩萨 像有些童兄 也是好的 发心做功德 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 订酒店机票 怎么会脸财呢 南京菩萨回答 你们不要 总是用人间的观点 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 发心是好的 中间的过程 就一定如理如法吗 发心是好的 后来的起心动念 有贪心 你们看得到吗 发心是好的 可是结果 动了同心的钱 你们看得到吗 见识根本呀 做功德 同样是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 菩萨已经见性 他们是用自性之光 自性之光 用智慧眼 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 你们还未接近 总是用人间的理论 去思考问题 这个人挺好的呀 关键是这个人 好不好 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末法时期 两岁 两岁 最重 敌财和放佛 学佛人 算更是 学佛人 算更是 最佳一等 今日我再次 重申此事 忘迷途的孩子 知返 诚心 忏悔 好好宵夜 另外 我再补出了解 第一 请弟子每日早晚将佛台前读诵弟子手则 弘法度人手则 报出名字和弟子正编号 这两个手则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 这就是戒律 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 真的不行了 第二 请发心 请同修发心 将你师父关于敛财 报和的开示 整理成专题 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布师 要不定时的 要不定时的将敛财 报复的开示 管动发动 顶忠常明 师父发心开示 现在知道了吧 听到了吧 赶紧把菩萨的开示进入下来 打电话过来 给大家听听 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 拉都拉不回来 你们去斗吧 跟因果去斗吧 看最后伤的是谁 现在还有人不信 还在说 这是谁通 还在说 我们不信 哪里会被拉走 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 越来越多了 你们去做好了 你们看看好了 你们攻击我 我不怕 我不受伤 最后 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 看看你们在哪里 师父不多说 请这些菩萨 多多说 师父 我分享完了 师父 我告诉你 我已经 就是上个礼拜 已经知道有一个人 已经走掉了 是恋财的 他已经是 已经忏悔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走掉了 已经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没有办法了 复发 恋财 走掉了 年纪很轻 只有42岁 42岁 42岁 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去做好了 你看 师父在法神讲的话 跟现在讲话差不多 你一听就 差不多 语气 各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菩萨很着急 因为菩萨看得到 因为 而且还有一个 我不愿意讲的 就是绑佛 实际上你去看绑佛的人 报应更大 因为你断人会命 是 师父 南京菩萨开始了 把佛 讲下周 翻译 因为 他这个脸才 开始了 很多 真的南京菩萨都说了 正如师父这样说的 所以一个人不能 你再怎么样 你比方说 你可以不修 你可以不学 对 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 你不能去绑佛 因为护法神 他不会饶过你的 你嘴巴 他在你嘴巴 只要讲绑佛的事情 他马上帮你记账 记账而可以 直接可以报到天界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去看 现在你看到庙里去 过去小时候 在庙里讲话 现在全部 生癌症 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 现在绑佛的人 你去看 生脑流的 就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写那些 绑佛的文章的 生脑流 生脑流 割掉又长出来 割掉又长出来 三次死掉 太多了 师父 刚才您说 直接报到天界 是不是报到 于华大帝那里 于华大帝在通知地府派 是这样吗 师父 天界来处理 如果你在人间杀人 偷东西 抢劫 那么有地府的 延王老延款 明白了吗 他分得很清楚的 是这样 因为你讲的天界不好 那么天界就要来判 如果你是在人间 做的那些因事 那么由地府来判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判的时候天界判的话 是不是判得很快 是不是这样 师父 很快的 都是很快 他有专人的 天上有这种 金刚菩萨 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边 他是有金刚菩萨的 金刚萨多 金刚萨多菩萨 他是专门惩罚那些 犯众业的人 犯众业的人 有的人们就是 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 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 全部弄掉 没了 根本上不去 对对 他一把你家弄掉了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我问几个问题 你看南京菩萨说 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 执迷不悟 菩萨说 听了录音还不引起重视 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最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 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师父 一件事情在给机会之后 不悔改 是不是就最佳一等 程度更严重 是这样吗 师父 我举个例子 你在学校里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 老师就跟你说 你改变 你要改正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不还 对不对啊 你不还 你继续 不改 你是不是说 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 把你算的最佳一等啊 那会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别惯犯了 你不是 不是第一次抽啊 你别惯犯了 惯犯的处理 和一般的开始出犯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这个最佳一等 是天律定下来的吗 师父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所以 制法犯法 也是最佳一等 你今天手 最佳一等 你今天自己说 我手戒了 你骗了菩萨了 所以我这次 开示的时候 跟他们开示的时候 我也在讲 为什么很多人骗菩萨呢 菩萨难道看不出来 跑到菩萨看得出来 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 你连哭带吼的 你真的是在改 你说我真的菩萨 因为菩萨当时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 想改呀 问题 菩萨给了你了 帮了你了 解决之后 你变卦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 那就是护法神来处理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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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尔反尔 护法神绝不 对啊 但是菩萨在你 哭着求的时候 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 所以菩萨会帮你的 所以你最后 出尔反尔 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 那是不是 护法神 觉得你是最佳一等了 好了 是的 那师父我这种拖走 一般 我平常你们 师父您开始的这种拖走 一般就是 就是指的这地府被拉走 是这样 他是 你比方说你绑佛的话 由天命下来 地府来自行 如果你是一般的 比方说你是练财什么的 如果你练的小财 地府管 你练的是菩萨的财 照样由天界判 哦 练财也是天上管 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啊 出佛增长的钱 对对 为什么属于大业呢 还有人家说 就杀父杀母 杀母都是属于大业 为什么呢 因为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 孝是由天的 由天管的嘛 孝顺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了